免除心脏搭桥手术案例 半小时后,母亲又感觉到头晕,再一次暗黑,病症又消失 但父亲、弟弟和母亲都愿意去医院检查一下,才更放心 医生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追基地动脉总和症和高血压 需住院治疗 在这期间,我多次劝其出院无效,坚持住院治疗一周 出院后体力明显下降,自己连饭都做不了,并一直坚持吃西药 出院后40天,在3月15日夜间,母亲又剧烈耳鸣,恶心,呕吐,心理异常难受 症状比上次更严重,又被送去了医院 这次比上次的诊断,又增加了心脏病和应急性胃炎 医生建议转院,做心脏打桥手术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母亲当天下午就出院 我马上用原始点给她处理 处理过程,通过观察,母亲一事行动吃缓无力 脸色苍白,声音微弱,怕冷,确定出重病 首先全身温敷,喝姜汤,做头部,上背部的原始点按推 因为太痛,只轻轻做舒缓处理 晚饭后就能喝一小碗的小米粥 早睡,整晚上大面积温敷,一夜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体力就有了好的改善,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 午饭已接近平常的量 白天依然是喝姜汤,母亲觉得太辣 只是20克干姜片加30克红山熬煮 全身温敷,除汗就换衣服,用干毛巾擦,杜绝洗澡 建议她室内多走动,这天按推了两次 第三天依然如此,只是运动又增加了拜佛 第五天早上醒来,母亲兴奋地让我摸她的手段 说这会儿能摸到脉搏跳动了 以前她的脉搏很弱,几乎摸不到 每分钟也就五十一二下 我告诉她说,要向心脏强起来就要多运动 从今天起,慢慢做蹲起运动,尽量做 一天可做两三次 第一次吃个蹲起慢慢做完 母亲说感觉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似的 两个月后,她现在一次就可做五六十个蹲起 从第五天开始,每天只按推一次 疼痛感已减轻,我可以深层按推了 第七天,运动又增加上拉筋操 一次三十到五十分钟 到现在,一直坚持每天两遍 母亲在我家住了十天 所有症状等消失或改善 严格按照原始点的要求做到 温敷,运动,喝姜汤,按推,温热性饮食 借一切寒凉,早睡,保持良好心态 结合她的感受,帮她树立正确观念 消除对疾病的恐惧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母亲说,有两次觉得头稍有点晕 一两分钟就好了 自从母亲回家以后 我就一周为她全身按推两次 只有下背部两三个点稍微有痛感 现在母亲体力很好 每天做那么多运动 拜佛三百拜 分三次完成 蹲起两次,每次六十下 拉筋操两遍 一次咬三十分钟以上 也不感觉到累 现在的母亲 比得病前更加健康